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进行题为 推进神的国度 我们的开篇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在耶稣给门徒的祷告样板中 他在总结部分 教导他们说 国度是你的 他指的是神的国度 但在马太福音中 有另一种说法 即天国 虽然可以以神的国度呼唤使用 但是并不相同 虽然神的国度指的是 神的统治或掌权 这超越了领土 是广泛的 但天国主要应用于弥撒亚 耶稣基督和他弥撒亚的统治有关 它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 建立在地上 以耶稣为元首 天国的意象是在地上建立 并扩张神的国度 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我们教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对我们来说 了解自己的角色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责任 首先 要寻求神国度的扩张 因为我们属于这个国度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集说 但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所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 主给我们的命令 是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评估 我们的优势事项 你的终极渴望应该是 当你用福音影响你的世界时 国度通过你来推进 将你的时间 努力和资源 投入到福音的推进上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来确保神的话语 在你的城市 地区 或国家 以及世界上的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下定决心 比以往任何的时候 都要把基督救赎的荣耀消息 和祂对人类的奇妙工作 传播到地底 神的国度 已经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来 平安 美好 荣耀 恩典和祂的生命 在我的灵力充分运作 在我身上并通过我表达出来 通过我 神的国度在我的城市 地区 国家和世界中得胜 颂战归于神 如果想更多地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禁文 约翰福音的三章三至七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七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cia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无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lowered